国内疫情严峻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将三级警戒延长至6月14日 由于近日有民众反映 知名的三水沙滩 有民众为佩戴口罩在附近细水玩乐 马公分局锁港排除所 现在每天排勤务到三水沙滩劝导 三水沙滩是游客的细水天堂 每到夏天都涌入许多游客 及当地民众到这里细水 但现在由于疫情严重 外出都需要戴口罩 但中央未管道在海边游泳 需不需要戴口罩 所以锁港排除所 每天下午会到三水沙滩做劝导 因应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这边每天还是会编排 我们的群入来这边做一个柔性的劝导 避免群众在这边有一个群聚的行为 在此呼吁还是尽量不要过来 为了整体大家的安全 日前 远景在沙滩巡逻时 发现一位来澎湖以工换宿的灵性民众 唯一规定佩戴口罩 经现场收证无误之后 当场开立访查记录表 含请主管机关裁处 虽然疫情严峻 但还是有游客到这里来细水 还有彭科大学生不返台 专程来这里拍照 为什么没回去 基本上是因为疫情 疫情 板桥那里现在蛮严重的 对啊对啊 所以就暂时也不回去 暂时不会回去啊 好好好 我现在在澎湖 对对对 比较安全 当然 有游泳我只是玩水 其他的觉得戴口罩 戴口罩游泳不方便啊 对啊对啊对啊 要戴口罩吗 对啊 那你们来游泳怎么戴口罩 就没有办法戴啊 对 所以只能上岸再戴起来 只能上岸 当然戴起来 然后下水呢 下水就脱掉了 脱掉哦 下去就不会戴啊 对啊 那你觉得说现在戴口罩 会不会让你游泳觉得很不方便啊 该戴还是要戴啊 该戴还是要戴啊 警察局呼吁 澎湖大多数乡亲 现在都知道要避免出入拥挤场所 但澎湖各沙滩 海岸线虽属室外场所 希望大家还是要确实戴好口罩 在这段疫情紧张时刻 做好防疫作为 记者 陈荣誉报导